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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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出來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未來的20年是其中一個 我都要找的很重要的課題 我試試用一個比喻去重複你剛才那個講法 就是說 其實從那個宇宙大爆炸開始 等於有很多人說話或者有些聲音在那裡 由於時間很久 那些聲音就很小聲的 我聽到很小聲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耳朵很靈敏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聽到很早期的宇宙 有一些的聲音是留在那裡 我們聽到這些聲音 我就猜到 當時那個環境大概怎麼樣 應該是不是這個比喻來呢? 是的 是的 甚至乎 我會說這個測量的難度 是令到這一門學問的發展比較落後的原因 但是現在無論是英國 美國 澳洲 印度 他們都有積極投入研究去建一些這樣的天線去量度的 而且就是因為那個信號和收音機的信號實在太近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那個天線放在一個 一個連收音機都收不到的地方 就是沒有信號的地方 比如說澳洲的話就放在西澳洲這些地方 那些渺無人煙的地方 然後在印度他也選了一個湖中間 那裡也是一個完全是冥無人煙的地方去量度 我記得我在那個講座裡面都有提到的 其實未來其中一個可以指望的研究方向就是什麼呢? 就是將這個天線放在一個有金遠離 人類文明給出來的電波信號的地方 那譬如可以放在哪裡呢? 放在月亮 還要放在月亮的後面 那這裡你就可以想到 月亮背脊的研究其中一個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了 就是因為你如果將它放在月亮永遠背著地球那邊 地球上面周圍飛的那些無線電信號、三機信號 基本上就被月亮擋了 於是你就可以在一個比較避開人類的信號干擾的地方 去接收純粹來自宇宙的這些電波信號 當然也都要避開太陽的影響 就是其實最好就是 記住那些 譬如說農曆15的時候 那個月亮的背面既是背著我們的地球 既是背著太陽 在那個時候呢 它就叫做 就是我會說 如果用我們農曆去計算 大約就是逢初七至二十三中間的這樣的時間 就是在月球背面去量這些 來自宇宙的電波信號最黃金的時候了 所以我覺得未來就是在這裡 你發覺這些這樣的宇宙核研究 竟然和這些叫做月球基地 和月球背脊的研究可以扯上關係了 宇宙核最初在大爆炸 它可能有一些擴張或者一些變化 到它變成了一個所謂黑暗時代 到它再熱 其實中間是什麼能量 是令到它會有這樣的變化 它就是這樣的 剛才也提了一點點的 在最初 宇宙大爆炸的時候 在最初的那一刻的能量 我們不知道怎麼來的 到現在都是 但是我們知道它一路膨脹的時候 就冷卻的 照計是一路冷下去的 但是後來會熱翻 熱翻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些物質局部地聚集 其實總體上你如果看它是一路在冷的 越來越稀疏的 但是萬有引力令到很多周圍的局部地去形成 等於你今天看到的 整個太陽是不讓太陽照到的地方很冷的 就是絕對是零度高一點點 是不是 但是你一讓太陽照到的地方 就很熱了 因為太陽自己本身就是聚集了很多物質的地方來的 萬有引力很強的 甚至乎不要只看太陽 看銀河也是 銀河的中心是一個超巨大黑洞來的 它就有很多物質聚集了 當你有物質一路去聚集的時候 就是說 萬有引力其實就對抗那個宇宙膨脹 宇宙膨脹是令到東西越來越散 越來越稀疏 越來越冷的 但是你的萬有引力就局部地將周圍的東西扯回來 然後還要令到東西收縮的 還要令到東西壓縮完之後加熱的 而且加熱的那個地步還要是 熱到一個位置就直接連核聚 變得可以點著 令到可以再點著一些 令到東西再熱一點的一些過程 所以你問就是為什麼宇宙的動作會熱回 離子化完之後變成中性 然後中性又變回離子化 這個完全取決於首先 開頭就是由宇宙大爆炸的動力 後來就是那些廣義相對論 萬有引力是把東西放在一起 然後去到那個地步 萬有引力幫幫幫幫 幫到就是他們自己量子力學的東西都走進來了 於是就有那個宇宙熱的狀態 那個代價就是什麼呢? 就是多了重元素去形成 所以其實這裡不小心講了另一個題目就是 宇宙最開始形成的時候 那些重元素為什麼比我們想像中那麼多呢? 其實我們剛剛這個星期就由James Webb那裡報告了很多結果 就是說現在我們去看 探索那些宇宙 周圍很激烈的那些變化事件 其實我們有了好的望遠鏡之後 我們看到是更加多的 所以原來我給那些宇宙很激烈的爆炸 裡面牽涉到可能是加碼時線爆發 超新星爆發 這些都是幫我們去做了很多重元素的一個很有效的機器 所以我們現在就似乎有個希望就是說 如果我們一直都搞不清楚 不知道宇宙的重元素為什麼是這麼多的時候呢? 隨著我們的測量儀器去提升 我們就可以 似乎就可以補回一條數 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在我剛剛這個星期 又回到中文大學 找回以前帶我做宇宙學的老師 大家都談開說 這些關於宇宙黑暗時期 以及宇宙最初的時候 這些重元素的形成 其實這裡是有很多很精彩的研究 將會在未來這十多二十年那裡發生 剛才你提到有James Webb 另外一個望遠鏡 我們現在好像開始暴廢了這個黑暴望遠鏡 是啊 也對這個星期的新聞 黑暴望遠鏡 我們都知道它遲早要暴廢的了 現在只不過趁著用得就用 它既然有些東西 你還可以動得拍出來的 你就按個按鈕 讓它傳一些東西下來 反正這塊東西是太陽能的 這塊東西 是不是? 但是剛剛這個星期就有個消息 就是哈佛望遠鏡的那些陀螺儀 只剩下一個 那麼陀螺儀對於那些天體儀器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件來的 就是如果你那個望遠鏡 你想在一個三圍的太空空間裡面 去前後左右上下這樣 去令頭去動去拍東西 你是需要有陀螺儀來幫你去轉向 就是如果你的那些陀螺儀 三圍的時候 你至少需要三個陀螺儀來幫你在三圍空間那裡 將這件事情定位 如果你是壞了一個 你就變得只在平面上面 領左領右 就沒有得領上領下了 現在就似乎它說 只是壞了一個陀螺儀而已 所以現在這個哈佛望遠鏡 似乎就只能夠 不再能夠好意任意地去三圍到周圍 它只能夠在一條線上 可能是可以另左另右 或者就可以惡上惡下 就是這麼多 所以現在就是說哈佛可以拍到什麼呢 就已經是視乎它自己的活動能力得到多少 但是它還有它的剩餘價值 是 其實一直它還可以幫忙拍到一些天空上面的一些 譬如說是一些 就是星體爆發的事件 就是其實它主要那個望遠鏡就是一些可見光光譜 基本上就是你說可見光它拍到的東西 它都叫做那個解像度挺高的 現在只不過就是有James Webb拍出來的更加精彩 所以令到哈佛那個消息就會少了 現在聽到就是它快要倒楣的消息了 是的 現在我想我最先進的都是這個James Webb的望景鏡 那有沒有計劃說 再整個更厲害的上去 我們就幾個禮拜前 剛剛你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講了一個 那個叫Roman 這個就是繼這個James Webb下一代準備好 就stand by 去 也都是擺去那個地球的拉格朗日點 一個的 再新式一些的望遠鏡 那跟剛才你說的那個 譬如研究這些的 是宇宙最早期的情況 其實那個望遠鏡 本身有幾大的作用 這裏可以由James Webb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譬如James Webb比哈佛多的是什麼呢? 他拍紅外線的能力是強一點 哈佛基本上就不是拍紅外線什麼的 James Webb有了紅外線的那個欄之後 你發覺他給出來的照片 那些仔細程度更加多 接下來說下一代Roman 去拍紅外線的能力 是會再強一點的 那有什麼好處呢? 那為什麼不是說拍其它紅外線都會特別多信息呢? 那這個又可以回到我們剛剛第一 第二節說的 叫做什麼21厘米信號那些東西 就是反而是比較低能量的信號 由一些比較低溫的物體發出來的信號呢? 他主要就是發什麼軟紅外線 紅外線這些東西 就是譬如人 我們溫度只有37度 我們發出來的就是軟紅外線 就是那些東西開始冷凍的 還沒有加熱還沒有形成到的時候 它慢慢由冷凍的變到暖暖的 它就會給一些軟紅外線信號 再熱一點就給一些紅外線信號 接著再熱一點甚至乎給到紅光給你看 所以你願意去將你由紅光一路向遠 即波長那邊延伸下去看的時候 是給你更加希望找到一些初始形成而又未成形的東西 開始還暖暖的 還沒有加到很熱的時候的東西 就是正在對應的是一些更加早期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會說 你有James Webb和有Roman這些望遠鏡 當它賦予它更加強的一個影紅外線能力的時候 是比我們能夠看到一些更早的東西 看得更加清楚的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低溫的 反而我們現在是要更加留意 就不是那些很激烈 超新星爆炸的那些反而不是那類的東西 是的 就是這樣說 我只會這樣說 就是說 如果你的目標是想研究一些宇宙更加早期 甚至乎星體都還沒有形成 還是暖暖的還沒有成形的時候 反而你是要向紅外線那邊去進發的 但是千萬不要認為那些X光 加碼石線 紫外線這些是沒有用的 不是的 當然它在宇宙更加後期的時候就會出現這些東西 但是你去了解 譬如那些 這些激烈的過程 剛才說的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這些宇宙裏面這些激烈天體的過程 其實也是把那個重元素大量產生的一個過程 甚至乎是幫助我們宇宙去全面離子化的一個過程 所以很視乎你是研究宇宙的什麼時候 所以你就用不同的光譜 或者就算你不是研究宇宙學 你純粹是想了解那個天體的時候 你只是看它的X光信號 看它的加碼石線信號 一樣可以幫我們了解它發生什麼事 譬如我們之前經常講的那些黑洞研究 其實我們很主要就是看黑洞比出來的X光是怎麼噴的 那就大約知道 多一點讓我們知道黑洞發生什麼事 那又用回剛才我用的那個比喻 就是這個聲音的比喻 有人拉小提琴 有人彈鋼琴 有人敲鑼鼓 很可能就在最初的時候 我們可能只是一些很小的一個笛聲 到後來就... 一個交響樂團 有人說宇宙的交響樂就是這個意思了 幾個聲部 幾個頻率 由低至高就慢慢去加入 就令到整個圖像 整個音效又更加複雜 以前我們只是聽到很大聲的那些 現在我們要開始聽到很小聲的 我們才知道最初是怎麼彈法的 是的 我們這一節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幾圖 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假裝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